就要十万块钱 剩下其他的 一个月给我存个五千把的 一年给我个万把的 我就是有的过河钱 大爷大妈来相亲 大妈说了 想娶我可以 但是 彩礼必须给十万 年年还必须给我存个过河钱 大妈呀 十八个大规你都不再这么提的 今天来相亲的余大爷 今年六十八岁 妥妥的优质小老头一枚 虽然没有退休间 但是大爷的超能力却相当给力 大爷做了一辈子买卖 一年下来收入比退休金还高 更重要的是 大爷名下还有三套房 除了经济实力雄厚 余大爷这人员那也是没得说 直到余大爷要找老伴 左邻要设的大妈们自称拉拉队 夸起大爷来 那是相当慷慨 这人员为人才好呢 你是谁要有点啥事人 你还把你弄得透露 这次的相亲如果成功 必须得给他们系上义工 余大爷之前找过一个老伴 一起生活了四年 这四年来 大金链子小彩雕 人家有啥咱买啥 让余大爷没想到的是 咱这么不差钱的对他 俩人竟然因为一次半嘴 老伴竟然不声不响 卷扑回走人了 媳妇就这么跑了 余大爷觉得脸都丢尽了 为了证明不是大爷的错 拉拉队的七嘴八十又开始了 把这三哥队那老伴挺好的 敞亮 有个买雕买错的 是啊 邻居都知道 尤其是之前那个老伴走了 只说游戴都挺好 凭我穿带都好 哎呀妈呀 刚讲话了 金桌带的金香烂带的 凭我都想 他的腿卖过来挺不好 也总给的是 总不利钱不利药 就算挺好 看来余大爷这人员 在小区里混得不赖啊 这次找老伴 余大爷照样是不差钱 只要是大爷喜欢 他这块肥肉随便开 就能找一个志同道合的 相一相伴的 我说老伴说到家 我是必须得要最好的 在穿戴上 咱不能够账 我要把它打过那些二十 要跟我牵手 我总得给他点财力 三万不能超过五万 一切费用就全是我 进我们哪个就我家人了 我必须我得负责 这主动给彩礼的 头回贱啊 看来爱情有时候 还是需要金钱来衡量的 一提前 余大爷的气势 瞬间就上来了 今天跟余大爷相亲的是胡大妈 大妈今年六十岁 退休金每月一千块 有房 大爷大妈见面后 俩人对外貌都没有意义 唯独一点 余大爷觉得胡大妈 这一米七五的大高 让他有点压抑 得知老爹要找对象 余大爷的闺女也来助攻 能够得到女儿支持的大爷腰板挺得更直了 他俩吧主要是能好好相处 能就是能实心实意的 就是最白话实心实意好好相处 能好就行 我爸我爸这人 慢慢出我爸我爸行 行是行 但是胡大妈有话要说 我找老伴 那是要过二人事件 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 你们都属于灯泡 儿女可不能改当家 真的我不是阿姨今天说 那儿女今天跳这毛一毛病 明天她拿毛病 那执政就没法过 一听这话 余大爷的闺女脾气上来了 我们的觉悟有那么低吗 咱们也是有格局的 你们随便走 高兴就行 你都不知道 我跟我老弟 你跳我老弟楼上 我家在 也离这十几分钟都不远 从来不再说是 说今天回来 爸呀 你这是怎么着哪个 哎呀胡姨你这么不对啊 你这么这饭不好吃 这福里边手里不敢 回来可以 这还有爹在就是有家在 有妈在就有家在 我这回家都不带说是 今儿个你这么不对了 他那么不对 俩儿相处俩儿高兴就行 我敢告诉你一点 我的姑娘儿子不再参与 咱们这时候 我不再说一句话的 得到闺女的表态后 胡大妈也没了毛病 坐下后 胡大妈又说了 咱是大家闺就行 食指不沾阳春水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 我第一做饭不行 要来人去解答 也要说做几个菜 那我做不了 真的 胡大妈还说了 咱是个自在人 家里这个地呀 拖还是不拖 那也得看心情 但是你们家现在这个卫生环境 我没想中 我吧就是说挺傻嘛 有时候啥事今天拖拖 今天不拖 今天这样拖的地 今天就拖了 明天再拖了 就拖一天 我得说我那些区域 这都是我的区域 把那男人到这种程度 也就算行了 但在我心目中不过关 除了不会干家务 胡大妈的生活 安排的却是相当丰富多彩 就喜欢跟朋友们喝点小酒 跳个小舞 要是能经常出去捋个游 那就更好了 哪个是阿姨 高哥是你 谁跳个舞跳舞 阿姨虽然60多岁的阿姨 不是那么太落后的人 你没有看出来 阿姨是那种活泼开朗的人 那你和朋友出去玩玩 出去喝点酒 出去聚聚会 上点溜的溜的 我还爱走爱玩 没看过呢 阿姨是那种挺自信的人是吧 对 我自信 特别自信 红娘问 大妈看起来比较强势 会不会耗不住 大爷却表示毫无压力 人强势才好 不怕强势 别看于大爷很好说话 不会做饭行 不拖地不行 但是有一样不行 就是家里的经济大权 必须得自己掌握 想花钱找我要 绝不带含糊的 就是不能管钱 你要花钱 你就值班跟我说 我就值班给你 我不可能 干啥也增加钱 这句话在我嘴说不出去 不是我就说得起 我得养得起 说是生老病死 我必须全负责 说到了今天到一起了 说明天你就讨弄了 我得给你开命 你的钱是你的钱 我不需要你的钱 这话说的没毛病 大妈也说了 你的钱跟我没关系 我的钱你也别电气 但是想让我办过来 跟你过日子 可以 来 清清我的条件 我得要采礼的 我得要采礼的 最少 不多不少 咱就敞开说 我就要十万块钱 剩下其他的 一个月给我存个千把的 一年给我个万把的 我就是有得不合钱 我就这些要求 甚至其他要求 没有 请问 这位自我感觉 相当良好的胡大妈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除了这傲然的海拔 哦 对了 大爷还没看上 你哪里可以拼凑出 价值十万大洋的地方 如今的回锅肉 价格涨得也太虚高了 十八的大闺女 都不太敢这么要的 还每月都要领薪水 还月月千八 年年万八的 想什么好事儿呢 麻烦出门左卧管问问 哪家姑娘 嫁出去有月月领薪水的 于大爷也说了 彩礼可以给 但是十万不可能 看着大爷比较为难 胡大妈又想到了 一个折中的办法 十万拿不出 那就先交个首付 剩下的分期也可以 可以拿个三万五万的 完了长期先过了 过段时间你看我行的 完了你再继续给我 胡大妈说了 不想找个老头 到老了还两手空空 一分钱也没拿回家 这样没法跟儿女交代 大妈 合着你这是打算 卖身帮儿女脱贫呢 这么独特的母爱 少见呢 看来这眼看着 倒水的肥肉就要飞了 被大爷拒绝的胡大妈 觉得很没面子 说要回家 于大爷还热情的 留他们吃饭 胡大妈不同意 于大爷又赶紧拿出 自己这样的牛肉 让大家先垫垫肚子 临走 于大爷还主动拿出 五十块钱 要给大妈报销来回的车费 你看 这么大方又慷慨的于大爷 就因为十万块彩礼错过了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老年相亲 点个关注再走 要是能长啊 点赞三秒钟 那就更给力了